您爱吃 麻辣烫 关东煮 波波鸡 麻酱拌 铁板烧 炸串吗 今儿教您6种在家就能完成的串串 做法之简单 犹如脸盆里摸鱼 十拿九稳 记得收藏 祝大家早日实现串串自由 咱们先把所需的鸡肉和牛肉切好腌一下 有奥尔良的 有蒜香的 有五香自然的 爱吃其他肉串的也可以用这些腌料试试 第一道 麻辣烫 麻辣烫的精髓就在这锅汤上 不过您是不是以为店里的奶排老汤是熬出来的 今儿咱就揭秘一下 锅里倒水 下入半块火锅底料 一大勺奶粉 半勺白胡椒粉 半勺鸡汁 开锅后捞铁渣渣 真香 煮上您爱吃的菜 出锅后别忘记盛一勺热汤 来点麻酱和香菜 这来上一口 谁不迷糊啊 第二道 关东煮 在家实现关东煮自由 就看咱这汤底了 凉水下入昆布 水开后转小火下入沐鱼花 小火孤独 等昆布煮软出味就可以捞出来了 然后再给精华汤底调个味 霍聋一下 放入必不可少的大白萝卜块 小竹轮 还有爱吃的所有串串 孤独熟了就可以吃了 咱就是说这大半夜来成这么一碗 作一口汤 这小日子 这叫一个美 第三道 炸串 朋友们 好久没炸东西了 有没有想念我 咱今儿就回归 老规矩 锅那一点点油 油温150度 把爱吃的串串都放下去 尤其是这淀粉茬 嘿 这淀粉要是放少了 我还不吃呢 炸的时候小心油别溅到身上 捞出来 撒点盐 孜然粉 辣椒面 白芝麻 来上一口 感觉像回到了小时候学校门口 第四道 铁板串串 街头地摊同管铁板 咱在家也能做 咱们先调个蜜汁酱备用 把蔬菜串和肉串煎一下 煎好撒点孜然粉 白芝麻就可以开路了 这鸡排和豆皮卷 咱就是说很有街边的味道 第五道 啵啵鸡 有了这啵啵鸡的底料秘方 这辈子都实现啵啵鸡自由 咱们先做个红油 料油是红油的基础 锅内倒入一点点油 按照屏幕下食材 小火炸黄出香味 捞出汁 再按照屏幕依次放入其他香料 切记啊 这些调料用开水泡个五分钟 这样炸出来不容易糊 碗内倒入屏幕上的调料 这时放入三大勺白芝麻糊弄下 再淋上足量的热油 这香味 刺一下就出来了 咱们照屏幕给啵啵鸡调个入味的底料 热水冲开后 放入几勺红油 把咱爱吃的串串插进去 看这沾满红油的串 吃上一口仿佛置身在乐山街头 第六道 麻将瓣 当您知道这个麻将瓣配方的同时 街边就又多了一名竞争对手 按照屏幕调个秘质酱料 搅拌均匀后 帮我焯好的串串 垫几下 让每样食材都裹满酱料 真的 不带吹的 好吃到爆炸 不信您试试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邀文 咱今儿做的特别丰盛 咱做了六种 好 老规矩 我替咱尝一尝 先吃这个 关冬煮 特别的清淡 我特别喜欢吃关冬煮 咱们尝这麻辣拌嘛 这个离我最近啊 我老能闻见它那个香味 就据我所知啊 咱俯顺的麻辣拌 一般是不可麻酱的 但咱们这个呢 今儿叫麻酱拌 所以咱们就是因人而异 想吃什么咱搁什么 然后我就替大家尝一尝这个铁板 做这个烤豆皮啊 大家看怎么样 咱们来尝一尝这个麻辣烫 原来我开车压店的时候 旁边有好多店麻辣烫的老板 我们的关系非常的好 当然人家没告诉我怎么做 但是我琢磨着啊 我看见过他们进货 也就是有些这些东西 所以大家可以试一试 在家这么做 非常的简单 然后我再替大家尝一尝这个炸串 这个炸串啊 其实我特别喜欢吃这个 炸的这个淀粉肠 说真的 这是淀粉越多 他愿有这种虎皮的效果 那最后呢 其实大家了解我 我不吃辣 所以这个波波鸡呢 我就不替大家尝了 就要留给大家自己做完了 自己回家尝 好了 今儿咱们这个呢 霓虹做了六道菜 只要收藏了这一个视频 你就能解锁这六道菜 非常的适用 非常的方便 好了 喜欢你的朋友 不要忘记点赞下收藏 观众云路 我是腰本 咱们下个下见 拜拜 来 快点尝尝 咱们赶紧来吃吧